很自然,一定會有一個激烈的競爭,不會有溫和的競爭 即是說,你要將自己的本位擺在最前 然後跟周邊的運動員也好,競爭的城市也好 盡力去爭奪 當中的優勢能夠超前,帶出,拉開距離 這個才叫競爭的心態 但林鄭月娥經常強調優勢互補 而優勢互補的本質,在它的理解裏面 似乎就剩下,我不知道怎樣理解的一種所謂的良性競爭 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競爭 其實往往都是決定在你的心態上要怎樣做 才能夠走到下一步 內地的城市,最新已經有一個爭奪人才的房屋政策 希望能夠透過房屋的補貼 各種的條件去吸引人才的匯聚 所以你會看到,在大灣區的干預出來之後 其實內地的城市是一種競爭人才的心態去做 但我們特區政府仍然在想優勢互補 優勢互補的意思,即是說 我們今天我們都有優勢的 不過我們就不用太緊張了 這個我覺得是錯的心態 我覺得這種錯誤的心態其實是會令到 在這個干擾之下的特區政府 其實是忘記了香港社會的核心利益 忘記了核心利益對整個灣區經濟裏面的貢獻的根源 從而影響了香港社會的長遠利益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我想回應就是 她當跟我討論到有關逃犯移交條例的時候 她就說她作為特首只是啟動了機制 但我想指出 這個正好代表了林鄭月娥 她不負責任的一種態度 當她啟動了機制的話 這個法院要受理 特別是內地的政府要求 這個中央特區政府要交人的時候 她就說她啟動了機制 送交法院 其實就好像是自己做了一些髒的事 但又不敢面對這件事 就要交給法院去漂白 這個做法是放法院上台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 很多法律教人士都有說到 在逃犯移交的寧訊過程裏面 她只能夠考慮證據的問題 大家都會知道 在內地 當你要是拘捕一個疑犯的話 其實她的證據 往往都是非常充分和完美的 在她的角度裏面 但是這一個是否代表了 內地的法律系統 是有一個公平的審訊的基礎 給到每一個疑犯呢 這個是大家質疑所在的 到最後就是 就算法院是願意去聆訊 究竟在內地的司法制度 是否公平公正 是否有一個公平的審訊 給到這個疑犯也好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頭上的壓力 就是說 如果內地政府是要決心 要是將她那個司法制度 在內地是沒有辦法 即是不可以有這個犯法的行為 在她眼中的犯法行為 是不受她的監管的話 她很自然也可以透過人大常委會的一些說明 講清楚內地的司法制度 是如何不容挑戰 從而也都影響了法院的一個決定的基礎 所以我覺得林鄭月娥的回應 一她是誤導了公眾 是讓大家以為 就說這個逃犯移交的安排 其實是一個可以通過 是很公正的過程去保障到每一個人的權益 但是在這個保障的過程裏面 恰好就是有一個很大的後門 就是我們香港人 一直都不信任的內地的司法制度 是會通過這個逃犯移交的安排 是打開了一個很大的後門 第二 她所說的就是說 她只是在啟動機制的時間 其實也都只是把我們香港的法院 是擺上了整個逃犯移交的審訊 放了去上台 也都令到法院在處理有關問題的時間 是根本不容易為了有疑慮的疑犯 去進行任何的拒絕移交的安排 因此我自己覺得 林鄭月娥的回應 其實一方面就說了 她自己根本就不會承擔拒絕移交的狀況 她只是把這個拒絕移交的啟動程序 在兩代之後就放了法院上台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有承擔有責任的特首 應該要做的行為 甚至她推動這個逃犯移交條例的通過的時候 其實都表明了 其實她就是破壞一國兩制的吳三季 去令到我們的社會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的 就是法律的區間打開了一個後門 這一個絕對一定會影響了香港自己本身 已經是因為特區政府自己本身是不掌進 所衍生的競爭力下降的問題 進一步令到國際社會對於投資香港的想法 是起了一個疑慮的 所以我覺得林鄭月娥的回應 其實是絕對要嚴責嚴厲的批評 亦都是狠請特區政府要清晰明白到 市民的憂慮其實是有根有據的 不是她所說的花言巧語 可以是騙到我們香港市民 我覺得這個是必然的事來的 試想一下就是過往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的法院其實就是按照香港的法庭去審訊 就是香港普通法的精神去審訊所有相關的 無論是經濟的案件或者是刑事的案件 因此大家對於香港的法院是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有相當大程度的信任的 我們會收到很多不同的個案都說 在內地的法院審訊就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本質上的制度已經是南沿北設 內地是一個大陸法的司法制度 香港是以普通法的制度去處理 換言之就說內地是要在 作為一個犯人疑犯 你是要證明自己沒有罪之下 才能夠獲釋 但香港是由控方去找證據去證明到 是疑犯有罪 才能夠將它定罪 所以這個是制度本身的南沿北設 是直接令到這個制度是不應該出現一個後門的 這個所謂區間是不應該出現後門 但是現在逃犯移交的條例的設計 其實就正正開了後門 而無論是特區政府或者建制派 經常強調的就是這個逃犯移交條例 是可以透過法院把關這個說法 是對於中國或者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 的適用性其實會受到很大的質疑 一方面就是作為特首在啟動這個過程裏面 他根本就不夠膽去拒絕內地政府不合理的一個申請 這個是我們的判斷 好了 他啟動之後就放了法院上台 而法院在審訊的過程裏面 他就要依賴一些內地的所謂證據 特別就是政治犯他都會包裝成為經濟犯的時候 在經濟問題上面的證據是相當充分的 因為這樣的時間 法院的寧訊也是有他自己本身客觀的困難 到最後如果那個逃犯是想從一個很大的結構 就是去挑戰內地的司法制度 是沒有提供公平審訊 或者是不能夠保障他的人權 人身自由的話 其實他都還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就是當內地人大常委會 或者內地政府 當然絕對是不會接受法院這一個的批評 然後他會不會是透過人大常委會 人大的常委會說明 甚至是一個聲明 去說清楚內地的司法制度的水平的時候 然後因為這樣是受到約束呢 這個其實在過往我們見的案例裏面 是見到這樣的現象的 因此這個是市民大眾擔心的情況就是 法院就算想打關都好都不容易 而作為特首他自己也都沒有膽量去拒絕 逃犯移交的申請 特別是內地政府對他的要求 因為這樣的時間其實就是代表了 逃犯移交條例正正開了一國兩制的後門 而去推動這個逃犯移交條例 開一國兩制後門的人 其實本質上就是一國兩制的吳三桂 請問提醒您 請問提議另外一位 您可以提問你 請問提議 哪個問題 請問提議 可以問提議 先問提議 to take the possible prisoners back to the mainland for legal proceedings I am very angry on that because when she says so It simply said that she will not reject the application from the mainland government that he will reject their request and then she put her position for the court to judge and because of the evidence issue the court itself hardly can make any decision to reject the application so on that aspect I will simply say that the CE Carrie Lam basically tried to hide behind the court system and that is not responsible CE should do so that is the thing I am angry on On the other hand talking about the Greater Pearl Bay I mean the Greater Pearl Bay area development she said that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competition the competition itself has to have a good way or bad way competitions but I am talking about the magnitude the attitudes of the CE when the attitude of the CE is try to support or comple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land city and then she said that we have to uphold our attitude for being competitive within the area then I would say that will hurt the long-run benefit of Hong Kong or long-run interest of Hong Kong because all the city within the Greater Pearl Bay area has already tried to come up with some sort and some policy that will attract the talent attract the capital attract the investment to their area so if the positioning of the CE still keeping on the situation that well we have already enough edge in the area so we don't have to move further in order to extend our edge that will be another way hurt our future development or future interest so that is again from the answer coming from the CE she on one hand has not addressed to my concern talking about whether or not we will be competitive enough and whether or not we will be in the competitive mode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the neighbourhood citi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way she responds to my question so that she has not considered the situation that we are encountering huge or serious competition coming from the neighbourhood cities and they are looking for taking up the edge for their own cities and of cours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Hong Kong in order to help them to uplift their standard of city levels so I think Carrie Lam has not considered or considered the situation enough that will make the future Hong Kong interest being jeopardized what do you suggest to try to be in Hong Kong? what do you suggest to try to be in Hong Kong? well on one hand that will be the mode of the government that if they consider that seriously on one hand they have to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those talents to come to Hong Kong and find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I'm talking find opportunities in Hong Kong instead of finding opportunities in mainl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for talent to come to the place of course you have to provide better living conditions and also you have to pull up all the talents together so for one way talking about R&D talent then I suggest the government should at least today they have to build a super R&D centre say in the Boundary area so it all depends on the attitude of the government whether or not they will take the competition seriously if they take it lightly then that will be the situation we have seen the way we read what Carrie Lam has said so I simply believe that if we go in that way that will hurt our long term interest